贵州溜盘水,有一位父亲带着一男一女到商场上逛街,给他们买衣服。 小男孩逛了好几圈,发现了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,便是穿了一下,穿完之后,思索了一下,便又把衣服放回了原处,因为这个价格并不是自己能够承担得起来的。 从视频当中,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小男孩衣着非常破烂,而且看起来非常肮脏。 可想而知,这名小男孩的生活非常艰辛,从穿着上可以看得到,这名小男孩就是一个石荒的孩子。 对于一个普通人家来说,其实在大过年这一天,去买一点新的衣服是很正常的,但是对于这一家人来说,或许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。 有知情人了解到,这一家人生活真的非常艰辛。 这个家庭里面的顶梁柱老父亲病重,母亲已经去世了,剩下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,女孩子已经辍学。 换作正常的家庭来说,小孩子应该是在读书的,但是这两个孩子却以石荒为主,来维持家庭。 小男孩在挑选衣服的时候,是穿了好几次,明显是看上了这件衣服,但是考虑到价格,自己实在是没法支撑的起来。 所以,只能够看看了之后,默默离开了,店主两姐妹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,决定帮一帮这名小男孩,是通过视频搜索。 在一个角落里面,找到了小男孩,于是便把一整套衣服,赠送给小男孩,就当作是新年礼物了。 店主两姐妹表示,看到这名小男孩,看这件衣服已经好多次了,并且已经试穿,确实是合适。 但是穿了之后,却没有想要买,可想而知,是因为生活上并不容易,再看看小男孩的穿着,确实是比较简陋,看起来也比较肮脏,不管是鞋子。 上衣看起来和普通人都大有所不同,店主两姐妹表示,看着很让人心疼,在这大过年这一天,父亲虽然生病,也带孩子过来购买衣物,但是小男孩很懂事, 并没有想要买如此很贵的衣服,一方面也算是为整个家庭做支撑,另外一方面是为父亲的病做打算,小男孩苦于价格而不敢购买,店主姐妹善心赠送,对于很多小贩商来说。 如果看到穿得如此肮脏的购买者过来,甚至是会直接把他人赶走了,但是对于这对姐妹来说,其实做法是非常正确的,能够凭借着自己的一番努力,给小男孩最好的新年礼物。 我们知道,这般年龄大的小男孩,其实是应该在学校里面读书的,但是由于家境不好,没有办法,只能够做拾荒男孩了,那么遇到这种情况,应该帮忙。 有人会说,大街上拾荒者,流浪者那么多,难道说每次遇见都帮忙吗?你能帮得了一个又能帮得了多少个呢? 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想法,因为他人的事情和自己并没有太多关系,如果自己有太多的想法,或许就是给自己找麻烦,会让自己特别劳累,特别苦恼,但是,如果你有能力,不妨帮一把,因为这是一件好事,你会觉得心安理得,虽然这些事情你不一定要去做,但是你做了,会让你的开心加倍,会让你觉得很舒心。 生活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利,和更高的金钱荣誉,而是不管做什么事情,都让自己觉得心安理得,做善事,其实是自己积福积德的一种模式,会让自己感到更加舒心舒畅。 正是因为如此,大街上的流浪帽,路边的流浪汉,才会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,贫穷并不可怕,如果能够及时认识到不足,并且努力去拼搏,生活迟早会改变。 小男孩家境并不好,而且母亲去世,老父亲病重,还有自己另外一个姐妹也辍学了,这种对于家庭来说,其实是对孩子的不公平,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,应该在学校里面读书的,不管家里再贫穷,也应该供孩子上学读书。 小男孩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,并且想方设法去学习,去提升自我,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够不断去提高自己,才能够更好地改变现在的生活。 贫穷并不可怕,只要认识到问题,并且努力去解决,那我总有一天,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的。 昏黄的路灯下,城市的大街上,一个小小的身影,在捡食着垃圾箱里的废品,能卖钱的废品,塑料瓶。 对他来说,就是支撑困苦家庭的点点希望,他想上学,但却主动放弃,因为母亲患病,弟弟还小,而靠父亲一人的肩膀,如何能撑起一个家的重担。 一个13岁的小小少年,已辍学多年,靠着石荒过着属于自己的孩童时光,滑灯初上,推着一辆破旧的小三轮车,走过十几条街道,翻遍上百个垃圾桶,检视一些空瓶子和废旧纸箱,凌晨时分,淘一些瓶瓶罐罐,直到装满自己的三轮车。 过去的很多年,不论是灰汗如雨的盛夏,还是冷风呼啸的寒冬,这个身影每天都会在郑州东区出现。 他是13岁的孩子龙龙,龙龙身材瘦小,皮肤有黑,一脸的质朴,看得出是个来自农村的孩子。 为了给家里凑生活费,帮妈妈买药,龙龙早早就辍学工作,扛起了家庭的重担,在龙龙看来,捡废品的日子并不辛苦,一个个瓶瓶罐罐,也能给他带来欢乐。 龙龙说,有一次他在郑东新区捡东西时,被一家酒吧的老板看见,这位女老板让员工带他去地下室,拿箱子等废品,不仅如此。 女老板还把龙龙介绍给多家酒吧的老板,让更多的人帮助他,那天晚上我收了满满一车,都推不动。 后来我爸来帮忙拉回去了,想起这件事,龙龙高兴地合不拢嘴,龙龙老家在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,本来家里还有七亩地,四间瓦房,爸爸在郑州打零工,生活勉强过得去。 三年前,龙龙的妈妈董小红被诊断出肾炎综合征,看病至今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,因为妈妈失去劳动能力,不能再干农活,也为了方便妈妈在郑州看病,龙龙一家卖光了家里的东西。 全家搬到了郑州,租住在郑州市压寨的一间,不足12平方米的出租屋里,龙龙的家,在一栋破旧的住宅楼的三楼,楼梯拐角处是卫生间和水池,阴暗潮湿,推开龙龙的家门,昏黄的灯光下,拥挤地摆放着两张床和一些破旧的家具,墙脚马放着七大麻袋饮料瓶。 家里唯一的椅子是一把龙龙捡回来的马扎,龙龙全家人现在身上穿的衣服,不少也是龙龙捡来的,家里最豪华的家电是一台价值300多元的12寸电视机,由于家里十分拥挤,龙龙又在同一楼层,租住了一个不到七平方米的小房间,房间的窗台,摆放着一个小变形金刚,这是龙龙为弟弟捡回来的,唯一高级玩具, 龙龙的母亲董小红说,那时候并比较严重,每个月吃药都吃几百元,龙龙上学每学期都要交600多元,还有杂七杂八的家庭太支,他爸身体也不好,被都妥了,挣的钱根本不够家用,家庭的状况被小龙龙看在眼里,2010年的夏天,本该去上学的龙龙 对爸爸说不想上学了,这让爸爸十分生气,龙龙被狠揍了一顿,尽管挨了打,但他依然坚持不上学,因为龙龙感觉到家里供不起了,不上学,还能给家里省点钱,爸爸也拿他没办法,龙龙 就蹬这100块钱买的二手三轮车,开始走劫串向减废品,每晚最早12点收工,最晚要到第二天凌晨3点收工,除了下大雨,龙龙每天都干活,下雪和刮大风都照常上班 靠着龙龙每月减的七八百元的收入,五岁的弟弟上幼儿园,家里的负担减轻了些,对一个13岁的孩子而言,他的童年应该快乐地读书,而非在夜晚蹬着三轮车去减食废品,用自己特有的坚强支撑着一个家,相比生活在父母呵护下的小皇帝,小公主,这样的男孩更显得懂事 其坚强也分外,令人感动,更易引起人们的围观,但若仅仅是赞赏性的围观,而忽视龙龙背后的苦难,缺少对类似苦难孩子的,温情关怀和理智反思,那就失去了意义 虽然不时有热心人亲情帮助,但对于如此命运的坚强男孩,更需要的是制度性,长久性的扶持,只有尽可能的以各种可行的方式,弥补制度的缺失 让坚强男孩得到长久的帮助,才会让他们真正成为快乐男孩 好了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订阅人时间,带你感受云云众生里的百态人生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